欢迎收看每周360 今天我们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过去一周发生的车谈大小事 看看有什么新闻是你错过的 或者是你还想再回顾一遍的 在正式进入影片之前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且开启这个小铃铛 接下来我们一有新的影片上传 那么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啦 首先我们要讲的是 这个 Honda Civic Si 正式在北美市场发布了 这款新车呢 其实是仅次于 Type R 的性能版 Civic 它主要还是搭载了1.5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但是这个1.5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在这个引擎的排气 还有软件 甚至是这个变速箱的 Firewall 都进行了轻量化或者重新的调节 让它的最大马力表现达到了200 HP 峰值扭力达到了260 Nm 比起普通版的182 HP 还有240 Nm 提高了不少 而且重点是它搭载的变速箱 是六速的手排变速箱 所以在这个动力衔接方面 CV SI 会比起普通版的CV 更加热血 除此之外 原厂也针对车辆的刚性 还有轮圈、自动系统等等 都进行了升级 让它符合一辆性能车的定位 这款车型在北美它的主要对手就是 Erantra 的 N-Line 1.6 Turbo 版本 所以实际上它的性能表现还是相当强悍的 只是比较可惜的是 这款新车只有在北美市场销售 马来西亚基本上是看不到的 而且它是佐驾版本 就算你想通过这个贸易商 买到Recon 的版本 都不能用 接下来要讲的是这个SST 豁免 有可能延长到2022年 实际上 这一个策略是在2020年的时候 政府为了振兴本地的汽车业 而推出的一个配套 在这个期限内 你买车的话可以豁免这个 SST 也就是说你买车会比之前便宜不少 而在去年年末的时候 政府也宣布将这个 SST 豁免 延长到2021年的6月 之后又再度延长到2021年的12月 可是因为在这段期间内 我国遭受新冠肺炎疫情的攻击 加上这一个芯片短缺的问题 导致了就算有这个策略 很多的车商都没有办法把车如期交给客户 因此这个可能是政府 考虑延长 SST 豁免期的主要原因 在这个 SST 豁免期的优惠下面 CKD 的车款将可以获得100% SST 豁免 至于进口车型则是可以获得50% SST 所以实际上在这个期间 买车是非常的有划算 我相信如果政府真的把这个优惠期延长的话 相信很多已经订了车 但是还没有拿到车的朋友都会很开心 因为可以节省几千块了 但是一切的细节我们都还是有待政府公布 但是相信孔雀来风未必无银 这个很可能会实现 接下来要讲的新闻还是跟 Honda 有关 那就是 Honda Civic 入选了全球10大内装名单 一年一度的 Worst Auto 公布了他们 2021 年度的 10 款最佳内装车款 其中只有两款日本车上榜 其中一款就是 Honda Civic 另外一款则是全新的 Mitsubishi Outlander 但是那款车会不会进来马来西亚还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就讲 Civic 而已 全新一代的 Honda Civic 采用了比较简洁的内装 而且蛮有复古的风味 对比起上一代的车型 可能没有那么有科技感 但是质感跟设计感 还有简约的线条 让人真的看了心旷生意 这个或许为什么是这个主办单位 会把这款车 选为全球10大最佳内装车款之一的原因吧 实际上这并非是 Honda Civic 第一次入围 其实在上一代的 Civic FC 北美版本 同样的也入围了这一个奖项 所以证明 Honda 本身在这个内装的设计风格上面 还是蛮讨人喜欢的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 Honda Civic 的内装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第四则新闻是跟本地车团有很大关系的一个新闻 那就是 Toyota Corolla Cross 的 Hybrid 版本呢 宣布要登陆我国啦 其实在这款车在今年年初发布的时候 原厂就宣称 虽然现在贩售的车型是 CPU 但是在年尾的时候他们会公布这个 CKD 的车型 而当时我们就预测了 CKD 车型 可能会有这个 Hybrid 的版本 现在我们的预测成真 因为在早前 UNW Toyota 就在他们的 Facebook 上面 公布了这个 Toyota Corolla Cross Hybrid 的预告 这款车确定会以 CKD 的方式登陆我国 值得一提是它是首款在本地组装的 TNGA 混合动力车型 所以这个车型的价格应该会非常非常的有惊喜 Toyota Corolla Cross 混合动力引擎 是目前 Toyota 集团最新的混合动力技术 在汽油机方面它采用了 1.8 公升的 Akinsons Saiger 引擎 至于它的热效率表现则是达到了 40% 所以它的油耗还有排放表现都有非常出色的水准 重点是它的热效率达到了 13.0 比 1 哦 如果不结合电动机的情况下 它的最大马力是 99ps 这一结合了电动机之后它可以达到 122ps 这个引擎马力看起来不是很优秀 但是它的特点也不是主打性能 它主打的是低排放还有低油耗 我们相信在 CKD 的情况下 这款车应该会开出一个非常漂亮的价格 至于这个价格会是多少呢 我们就等待官方公布吧 最后一则要讲的新闻 同样的也是跟马来西亚市场有很大的关系 那就是 Honda City Hatchback 终于要登陆我国了 而且原厂已经公布预告 预计在下个月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款车了 至于为什么会有 Honda City Hatchback 其实这款车主要是在东南亚市场取代 Jazz 新一代的 Jazz 其实是为了欧洲还有日本专门开发的车款 所以这款车很多细节方面 并不能满足东南亚消费者的需求 而且新一代的 Jazz 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它的价格涨得非常的高 如果原厂把这款车引进本地的话 价格势必会相当没有优势 因此才会有 City Hatchback 的诞生 City Hatchback 采用了和 City 一样的平台 轴距同样为 2600mm 所以它的室内空间表现非常的优秀 车尾空间也不会输给 Jazz 重点是它延续了 Jazz 的 Magic C 设计 所以它的空间运用非常的灵活 不管你是要再大样的物品还是要高模式 它都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根据原厂目前公布的信息 我们推测它的动力配置是和 City 一样的 就是拥有 1.5 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还有 1.5 公升的混合动力引擎 其中自然进气引擎的最大马力是 121 PS 峰值扭力 145 Nm 至于混合动力版本 最大马力是 109 PS 可是峰值扭力达到了 253 Nm 根据泰国的测试 它的 0-100 加速只需要 9.4 秒 放眼马来西亚市场的非性能 B7 Hatchback 的话 这款车的性能真的是最强的 所以这个绝对会是它最大的卖点 看完了以上的五则新闻 大家是不是觉得 Honda 最近很活跃呢? 因为到了年末嘛 所以可能是商战的关系 Honda 很积极的推出新车 我们就期待接下来 Honda 会给我们怎么样的惊喜 我个人最期待的是 Honda City 的 Hatchback 你们呢? 好啦 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影片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这次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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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